學琴,你怎麼都扔掉他們了? 是呀,沒什麼東西就扔掉 你看,清理了一些東西 位置剛好放得到琴,多好 琴這麼貴,不如別買了 你上班這麼辛苦 傻瓜,老爸不辛苦 那你真的不教拳了? 不,現在不是多好,賺多一點 又可以供你學琴,還可以儲點錢 遲些就買一間小小的房子 天台房子,不可以住過小的 那就是不去騰龍那裡探師公嗎? 去,大事大事就去 但是我答應了師公 日日替蝦弄洗澡 不去就沒口氣了 師公知道吉仔乖,不會怪你的 是怪都怪我而已 你收拾了書包沒有? 不是的,不是又被罰了 收拾好了很久了 是,檢查一下,穩妥一點 齊了,給心理上課吧 我去當下手 沒見到呢? 沒有,沒見到 還說謊? 老爸,別等他們了 我現在就這樣 老爸,別等了,別等了 老爸 我已經開門了,我在這裡等你 強哥,真謝謝你 客氣了 之前你說要辭職,多可惜 你這麼幫忙,現在還回來做 我也不知道多開心 我先回去工作,回工見 好,遲點見 老爸,你不是遲了職去拳館教拳嗎 不教了,教拳賺得多少 我還要工作兒子,讀書、學琴 做人還是面對現實好一點 面對現實?還是面對不到自己? 你想多了 你看,你約了人嗎?我不妨礙你了 你這樣算是怎樣?算是消極還是積極? 強哥很辛苦才幫我截著封辭信 不過你是老闆 你不喜歡的,都可以去解僱我的 沒事吧? 我也不明白人家 有口壞人,沒口壞自己 屈來屈來做縮頭烏龜 你被十天氣傷了? 肯定他不值得,算了,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總之他為了一個很愚蠢的理由 而放棄理想,留在這裡做安排 不如這樣吧,你這麼重 我們就不要打高手了 我開車跟你打阿楓 去吧,當然去吧 我們是父親和父親的 而且為了這麼笨的人不打高手 我不會吧,走吧 好 對了,你有沒有跟我提過 十一華想去教拳,他怎麼樣? 其實他十年前 他以前在香港好打得的 還拿過金腰帶 Mr. Chen,露吉下課了嗎? 他今天沒來上課 我剛剛還想打電話給你 沒來?他一向放學 就自己過來上課 小朋友貪玩,可能去了同學家 謝謝你 好 人嫂子,露吉有來過這裡嗎? 麻煩你 細祥,露吉有去上課嗎? 沒什麼?沒事…麻煩你了 沒什麼?沒事…麻煩你了 怎麼說金仔不見了?怎麼會這樣呢? 他沒去學琴又不知道去了哪裡 我看他有沒有找你而已 沒事了,麻煩你了 喂…你好嗎? 什麼事?要不要幫忙嗎? 十一天不見了我兒子 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一個小孩可以去哪兒呢? 你為什麼要掉頭髮呢? 那是金仔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他有事,你哪能安心得下課 打過風險而已,我們下次再玩歌 那怎麼行? 爸爸、媽媽和叔叔在等著我們 我現在在九龍城放下你 然後我回到上課 和你打過風險,這樣計劃嗎? 謝謝你 謝謝你 不好意思,麻煩你打過風險 不要緊,你冷靜一點 還有說找到吉仔,記得打給我 那你快點走吧,不要約叔叔,等 你在哪裡?我和我家口 見到你了 不好意思,再要… 剛才你搞什麼? 為何無緣無故不見了兒子 爸爸,還是他去玩離家出手? 爸爸? 現在同學又不能罵的 你又給點內情哄他 要不如你了 是的,正在來 那他會不會去了同學生路? 你有沒有逐個電話打他問? 打過了,沒人見過他 那我們現在四周去找吧 是 老吉,為何你今天不去學校? 人家想賣紙皮賺錢而已 對呀,吉仔很乖 賺錢?賺什麼錢? 現在爸爸沒錢養你嗎? 你何時學得這麼頑皮? 一聲不出玩失蹤? 你知道老師在琴巷等了你一小時嗎? 算了,不要再罵他了 小朋友要慢慢教的嘛 唐十一 那個就是吉仔嗎? 是 你…你怎麼做人的老爸? 你把我孫子弄得像乞丐一樣 是 老吉,拿一張贈給外公嫁 不用… 那這種地方哪有人住的呀? 你真是窮得要兒子在街上撿紙皮? 我撿紙皮與我爸爸無關的 他不知道呀 他這麼小 你讓他在街上流離浪蕩 學壞了,做爛兒子就一輩子了 我這輩子最錯的就是沒有極力拆散你 和我的女兒 他說要嫁給你 我又沒有極力阻止 只是和他脫離父女關係 但是…他真是命苦 他臨死我都沒見他最後一面 我現在不可以一錯再錯 我想我孫子有好日子過 我帶他走 不行,你不可以帶他走 是,我對阿曼對不起,我對你對不起 我是錯偷好隔壞 但是他兒子是我的 你呀,你已經坐牢了 生活又不得安定 他跟著你沒有前途 停渣鬥,一條死路 爸爸,你說話不要這麼過分 你怎麼會這樣? 我是這樣,我很出色 但是我很疼勞 我會給他最好的東西 你別這麼清高 骨氣不可以當飯吃的 我找人查過你,你做石挑 收入有多少? 你能給他多少東西? 是他而已 好了…你要多少錢,你開個價錢 一百萬夠了嗎? 有錢不是大了 你出一百萬吧? 我出夠五百萬,夠了嗎? 我知道你愛孫子,你愛吉仔 但請你抹大看看 看看他生活得多開心 錢是不能買到親情 所以吉仔是不會跟你走的 對呀,我不會跟你走的 我不喜歡你 你走呀 你不要罵我爸爸 死壞人 閉嘴,他是你外公 各位Youtube的觀眾朋友 我是黃志文Mandy 我是六號六號明 立即訂閱 歡樂APM YouTube頻道 就可以收看精選的TVB劇集 還有,英國的觀眾朋友 我們最近新出了一條 專為你們而設的Youtube Channel TVBJ UK 將今年最精彩的劇集 帶給你們,記得訂閱吧